今天专业刑事辩护律师 邓宏要和我们说的是绑架罪 加州刑法第207条规定 民众不得违背当事人的意愿 而使用武力或威胁的手段 移动他人 邓律师我们先讲的绑架罪 就是不可以违背当事人的意愿 用武力或者是威胁的方式 去移动他人 这所谓移动它的定义是什么 还有就是通常我们华人 在这个绑架罪方面 容易有的误区又是什么呢 当然的话这是移动 它不是以距离多少 而是以你自己的安全地带 好像这个我的房子 你带的房间就是属于绑架的 已经属于移动 我的车子你强迫我的话 离开我的车子 这种已经移动了 这种的话是属于绑架的罪名 当然这种华人社区里面 经常会遇到这 好 你欠我钱 我将你扣住带到那边去 你家书拿钱来我就放人 或者是你有什么事情 你逼得他离开他们的家里面去 或者是没有经过小孩子 家长的同意骗小孩子说 你爸妈你妈让我来接你 以后将小孩子带走了 同时的话我们会常常遇到 在离分的案件里面的话 法院判罚一方有监护权 另外一方的话 带着小孩子回台湾去 回大陆去 以后没有经过法官的同意之下 将小孩子单方的情况之下送回去 这也是属于kina的行为 我们最常遇到的一遍 就是说男女朋友分手 以后将男女朋友扣在一边 我要个说明 你不说明清楚 为什么要分手的话 我就不放你走 这种的话带走了移动的距离 就构成了绑架罪 原来是这样子 那么如果万一真的不信 触犯了这个绑架罪的话 他的刑罚是什么 还有就是说 因为有些人他不是有意的 如果无意犯了绑架罪 有些什么辩护的理由呢 当然的话就是说 如果是要了钱绑住人 以后这种三到五年的 这方面的惩罚 如果是没有钱 没有限制钱的情况之下 可以16个月到3年的劳刑 当然辩护理由就是说 我不知道我没有强迫他 或者是别人误告 或者是我误会法官的指令 所以让小孩子担放带走 这些都是个辩护理由 是 我们晓得 您常常讲说 Don't take the law into your own hand 就是不要自行执法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你处理不当的话 很可能有的时候 你这游领就变无理了 有的时候你这可能原告 后来就变成被告了 所以一定要非常的谨慎 那今天非常谢谢邓律师 提供我们这些讯息 谢谢您 邓宏律师事务所 阵容强大的专业团队 为您全力以赴 据理力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